那么由于黑人本身他处在弱势地位 而相当多的黑人成为美国社会的治安隐患 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美国警察往往对待黑人和白人是区别对待的 就像这黑人要经过哪被拦住盘查的时候就多 白人经过哪可能就少 这也是由在警察印象当中根深蒂固的 认为黑人犯罪率比较高和这有关 觉得黑人就是嫌疑人 所以有相当多底层的黑人就会把这种歧视问题 演化成政府对底层黑人的一种暴力之法 一种歧视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规模骚乱 其实是他们对政府的一种不满 那么既然这种情况在美国长期存在 为什么巴尔地魔出现大规模骚乱 而不是其他的地方 这就是我开头岛屿给大家说的 这个事情表面上看是种族歧视问题 其实不是 是背后的贫穷差距是经济问题 事实上在五六十年代 就是马丁路德金完成了黑人维权这个事 黑人的政治权利提升了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美国黑人的经济权利却在终点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黑人 他获得了大量的政治权利呢 然后他维权的活动 在美国各地上搞得风生水起 事实上黑人当时呢 由于在制造业里面 他占据庞大的比例 他工人多 所以黑人其实上是控制了工会的 那么控制了工会之后呢 黑人对福利的各方面要求 空前高涨 事实上这种福利要求是这些资本家承受不起的 因为我们前不久曾给大家说过 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破产的事 它很重要的原因在工人的福利太高 投资人根本承担不起了 所以这个汽车城破产的根源在这里面 那么在这时候 美国的白人资本家认为呢 再这么下去的话 没办法了 我们也承受不了 得 我们搞去工业化 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后期开始 美国把大量的工业制造业转移到海外 你比方印度啊 包括中国台湾呢 后来到中国大陆 包括越南 转移出去了 这样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 美国的黑人开始失业 因为接下来 这些劳动力 向服务行业转化 还是向高端技术行业转化 美国黑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适应不了这些新岗位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 反而直线下降 你像巴尔蒂摩地区 非常明显 原来这个城市里头90多万人 到现在剩个60多万人 走掉了三分之一人口 那么这个城市呢 大的 原来本来巴尔蒂摩是美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你像它的汽车 钢铁啊 和这个造船业都很发达 等这些制造业转走了之后 中小制造业呢 工人去上班去 它的收入和福利都比较低 而这服务业出来的岗位呢 又无法吸纳这么多的人之后 而搞高端的技术行业呢 黑人的受教育程度 和黑人整体的劳动者素质 达不到这个要求 所以巴尔蒂摩这个经济 足年的衰退 足年衰退之后呢 这些留在市中心区域的这些黑人 他整个的收入水平下降 生活越来越贫困 而且大量的白人中产阶级 从这里搬走之后 这个地方也严重的缺乏了 发展产业的这种动力 和知识人才的储备 美国整个的制造业一往外移 去工业化 黑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人就会把这种 对社会的这种抱怨的 转移到其他方面 造成了种种的大规模骚乱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 看起来是种族问题 其实是个贫富差距问题 它其实是个经济问题 现在巴尔蒂摩是在经济上 和政治上双向的衰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形成的双方的对立 暂时看几乎是不可缓解 所以我说这个背后 它其实是经济问题 而这些黑人 在经济上越来越衰败了 那么在政治上呢 巴尔蒂摩地区也成为 投票这样的事 搞得最差的 黑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根本不愿意投票 就他已经对 再提升自己政治地位 没多大热情了 自己的生计都是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根源在于什么 贫富差距的问题 就如果你解决了 黑人的就业问题 让黑人很多人 都有提升到 中产阶级的这种可能 那么这个事 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就美国黑人 现在垂直上升的通道 并不顺差 就我们说这贫富差距 造成了贫富阶层固化 穷人想上升为富人 或者中产阶级 希望比较渺茫